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照思绪飞扬 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他晚年的一本书 提马鲁斯和克里提亚斯当中 用长达18页的篇幅描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叫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长啥样呢 这个岛屿国家是一个环状的结构 波赛东神殿是在它的正中央 国家极度的发达和富有 势力范围是远到了今天北非的埃及 南欧的意大利 甚至包括美洲的一些地方 但是在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击之下 这个文明瞬间毁灭了 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探讨过这个灾变的过程 亚特兰蒂斯的沉默 如何是在24小时之内发生的 但是呢 不太可能一场灾难就把一个民族消灭到一个也不剩 是吧 它总该有些幸存者 那么请问这些幸存者如果有 他们去了哪呢 因为时间久远 找不到任何实锤的证据 所以大伙都把柏拉图老爷子的描述当成是他对理想国的幻想 那今天呢 我们就根据历史上的一些蛛丝马迹 一层一层 扒开迷雾 看看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到底去了哪里 1837年的一天 英国探险家霍华德·维斯来到了埃及的一个村落 这个村子叫做埃德福 位于上埃及的尼罗河畔 维斯是进到了村子里的一个贫民窟 这个贫民窟里到处都是破旧的窝棚和垃圾堆 简直就是臭气熏天 大概呢 探险家都有这种职业习惯 越是在那种贫穷落后文明触及不到的地方 又是个文明古国嘛 越有可能逃出职前的古董 那维斯呢 是在一个窝棚里面找到了一个地洞 他就和助手弯着腰爬了进去 这个洞呢 比较奇怪 越往里面走越宽敞 维斯就点燃了带来的火把 就看到这个地洞里面是堆满了古物和粮食 最终 维斯是来到了一面墙的前面 他是让助手呢 挪去堆在墙前面的杂物 在闪烁的火光照耀之下 维斯是看到墙面上刻满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那这是什么呢 维斯并没有对这个发现做进一步的探究 但是他牵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对我们今天的故事至关重要 又过了23年 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带着大批的人马 来到了维斯所发现的这个地洞 他们在整理掉成敦的泥沙之后 终于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一座震惊世界的神庙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就是古埃及保存最完整的神庙 埃德福神庙 当然这不是他原来的名字 因为他现在发现在埃德福村嘛 所以叫埃德福神庙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建造了这座神庙 推测可能在4500年前的古王朝时期 他就修建了 距今2200多年前的托勒密三世 对这座神庙进行了最后一次维修 这座神庙供奉的是谁呢 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神明 樱头神荷鲁斯 荷鲁斯是古埃及神话当中法老的守护者 同时呢他也是埃及的第一位法老 也就是说后代的法老都是荷鲁斯的子孙 所以法老被称之为神的子孙嘛 现在埃及的国徽和国旗上都有荷鲁斯的形象 在神庙的门口有两座黑色花钢研雕成的荷鲁斯塑像 神殿的墙上是密密麻麻刻满了象形文字 这和当年维斯看到的情景是一模一样 那么一个如此古老又灰红的神殿 又供奉着如此重要的神明 这个神殿的文字所记录的内容 那应该是非同小可吧 那么这些文字到底是讲述了什么故事呢 有一批专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学者 组成了一个团队去解读这个埃德福神庙里的象形文字 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 他们解读出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很久之前 在一个叫第一时代的时期 神呢是居住在一个岛屿上 这个岛屿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 但是突然有那么一天 洪水和天火突然降临 彻底毁掉了这个岛屿 岛沉没在海底 只留下了芦苇和泥沼 关于这个岛屿的名字 学者们没有解读出来 但是他们解读出了 关于这个岛屿的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岛屿是同心圆的环状结构 然后呢岛屿的中心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神庙建筑 第三是岛屿的外环被修成了深水码头 就是说它有非常发达的贸易和海上交通了 第四这个岛屿被称之为神圣之岛 第五这个岛上有平原有山脉有大型动物 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香料 农业很发达 农产品非常丰富 说明这不是一个什么小岛 第六这个岛屿上生活的是航海民族 有非常广阔的岛外殖民地 第七就是它的建筑和冶金技术非常发达 有这么多发达的文明特征急于一身 这些特征是不是大家听起来有点耳熟呢 这难道不就是柏拉图老爷子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吗 他就长成这样了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柏拉图所讲的亚特兰蒂斯的原型 就是这个埃德福神庙所记录的所谓第一时代的那个岛屿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柏拉图是怎么知道亚特兰蒂斯的 柏拉图老爷子是说 他的先祖梭伦在公元前六百年拜访了埃及的一个神庙 这个神庙叫做萨伊斯神庙 神庙的祭司告诉了梭伦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也就是说柏拉图那边不是资料的第一手来源 它也是二手的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第一手资料哪来的呢 其实是从埃及来的 萨伊斯神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名有姓的最古老的神庙 有多古老呢 传说它是第一位樱头神 赫鲁斯时代建造的 现在当然早就荡然无存了 那么萨伊斯神庙所保留的一切资料也都失传了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埃及最古老的神庙会流传着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记录呢 而且这个神殿直接就是和最重要的神荷鲁斯挂钩的 那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线索就开始变得清晰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亚特兰蒂斯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 亚特兰蒂斯毁灭是在公元前9600年 也就是距今11600年前 那个时期正好是地质学上所说的新仙女牧期 尖女牧是一种植物的名字 它长得很像水仙花 主要是生活在地球靠近两极的地区 就是非常寒冷的地区 但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 距今大约11600年前 它们突然扩展到了地球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去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那一个时期地球的环境突然变冷 所以这种原本生活在寒带的植物 就突然发展到热带去了 美国的一个科学团队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 认为是由于彗星撞击导致地球变冷 然后新仙女牧这种植物 就扩展到了原来的亚热带和热带 这个假说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时间 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同 这种假说它就和亚特兰蒂斯所传说的毁灭时间相吻合了 我们这里简单的解读一下 就是大约彗星在11600年前撞上了地球 引发了冰川的快速崩溃 同时催生了海啸和地震 使得亚特兰蒂斯在24小时之内消亡了 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毁灭过程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本频道之前的节目 那亚特兰蒂斯毁灭之后 幸存的居民去了哪里呢? 埃及学者在埃德福神庙的象星文字当中 发现了这么一段描述 就是所谓第一时代的岛屿毁灭之后 幸存的神在灾难发生时 他们刚好出海了 结果回来以后呢 发现他们生活的岛屿已经不在了 家园已经沉没了 所以他们又把另一些幸存者弄到了船上 就开始航行 寻找新的适合居住的地方 他们的领队人呢 就是埃德福神庙所供奉的神 樱头神荷鲁斯 然后是智慧之神索斯 还有建筑之神 还有一批的智者 听起来呢 就像是一个重建家园的工作小组 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 就是要寻找适合的地方 重建文明 解读到这儿呢 大概就明白了 存活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 是带着自己的文明和技术 到世界各地寻找地方 开始重新建立家园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他们重建的地点在哪里? 在土耳其发现了一个史前文明遗址 叫做戈贝克利时镇 建筑的年代最早 就是可以追溯到11600年前 和亚特兰蒂斯文明传说消失的时间的七本吻合 这个时镇是干什么用的呢? 发掘时镇的德国考古学家 认为这就是一个文明研发中心 是负责向周围的狩猎人群传授农业耕作的知识 还有建筑知识 医学知识 天文知识 艺术等等 在巨大的石碑上 就刻的有类似樱头绳荷鲁斯的雕像 相当于通过石头作为载体记录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这张古埃及的画上 所有的男神女神坐在船上 他们手里还拎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一个看起来很像今天公文包和钥匙的东西 超过半数以上的埃及神明 手里都拿着这个钥匙一样的手提箱 里面装的也许就是重建家园重要的信息资料 无独有偶 苏美尔神的造型里也是手里拎着公文包 而且手的姿势呢 似乎也在操控着像按钮一类的东西 故事当然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再接着往下看 这个戈贝克利时镇研发中心 在使用了1000年左右 突然被人埋葬了 再然后两个灿烂的文明 埃及和苏美尔突然横空出世 这两个文明有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从石器时代慢慢演变到青铜时代的痕迹 在考古过程中没有发现不同文明阶段所留下的地层 而是一开始就是完备的青铜文明 在很多领域 天文、航海、贸易、医药、农业、冶业、冶金方面 都是一上来非常成熟的形态 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且苏美尔人还有完备的法典 比那个古巴比伦的汉默拉比法典要早得多 它的政治组成形式是希腊式的城邦国家 埃及则是一起步就进入了王朝时代 没有经过所谓的部落时代 他们一开始就出手不凡 两个文明从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和独到的艺术品位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咱们之前几期节目谈到过中国四川的三星堆 虽然也是惊天的发现 但是好歹它还有一个淘气时代、玉气时代 看起来像有一个文明演进的阶段 进入青铜文明了 然而埃及和苏美文明呢 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形态 苏美尔人的史诗 杰尔加美什的时代 就有类似于美国联邦的两院制度 那到这儿我们可以复制出这样一幅路线图 亚特兰蒂斯岛屿沉没之后 荷鲁斯团队先去了土耳其的戈贝克里 然后就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再往东走一段 去了两河流域开创出了苏美尔文明 另一部分人往西去 来到了北非广袤的土地 带着当时很先进的技术和文明 和生活在那里的埃及土著人 开创出一个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 最后要探讨一下 为什么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在埃及被奉为神明 而且变成了樱头这个形象呢 这里咱们讲一个近代造神的故事 也许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二战时期 美国为了保卫太平洋 在一个小岛修建了一座临时机场 这个小岛历来是与世隔绝 美国空军抵达以后才开始修建机场 以及等等其他生活设施 和小岛上的土著人呢 相处得其乐融融 帮助他们改进生活设施 提高生活水准 这些土著人呢突然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天空会飞来一个机器 一旦降落 美国人就有吃有喝 就yummyyummy mishy 就根本不用再过那种很辛苦的农耕和狩猎生活了 后来美国人呢由于军事需求 就从小岛上撤离了 又过了很多年 这座小岛仍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有科学研究的小组啊 重新访问了这座小岛 很有意思的一幕就发生了 就发现当地土著人用规模很大的仪式 在膜拜一件很奇怪的东西 仔细一看呢 这个东西就是用草扎出来的美军飞机和机场的模型 原来在当地人眼中 这种从天而降的东西只要一出现 那大家就衣食无忧了 所以它一定是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的神啊 所以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本集节目的撰稿人何宇博士 开玩笑说 也许当时的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荷鲁斯 就是带着这么一个像鹰一样的头盔 微风凛凛的从一艘船上走了下来 于是在埃及土著人眼中 他的形象就被这么定格了 这就是天空之神 传从天上来 今天的脑洞确实比较大 不过哪怕就是在几十年前 人们普遍认为很不靠谱的事情 就像今天所说的 彗星撞击导致远古文明毁灭的假说 刚刚发表出来的时候呢 也普遍被认为是都市传说 但是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业地质学 和天文学工作者所默认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 大约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挑战和扩充脑容量的过程中 一步步还原的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下回再见 那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